踏入我们的行列当中 而这次的台风灾情 国际媒体都高度的关注 像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深入的报道了灾区的情况 甚至还派出了他们的主播来 那么有英国电视台的记者呢 也来到了台湾 他们询问的是马总统 是否没有做好防台的准备 才让灾情这么惨呢 结果马总统的回答是 他用英文说 似乎把这个责任推给了灾民 我们来听听看 台湾土地的创伤 深入灾区的国外媒体记者 透过镜头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了 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 找到在高雄灾区视察的马英勇 直接询问 为什么这次台湾灾情会这么严重 马总统更是直接用英文 回答国外媒体的问题 记者问 台湾对这次台风来临 不是应该做好更多防灾工作吗 马总统回答不是这样 这个地区这么多年来 是第一次遭遇这么大的灾害 所以民众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如果有做好准备 民众就会及早撤离 就是因为他们死守家园 你看看他们没有理解到 这次风灾有多严重 马总统等于在外国媒体面前 间接把责任推给了民众 其实这次台湾灾情 国际舆论也都关注 马总统的应变能力 这篇纽约时报的报道 斗大的标题写着 马总统成了愤怒的众矢之地 报道引述灾民新生 马总统应该减少勘灾 多努力投入救灾 因为这是场战争 而不是个人秀 外国媒体挺进灾区 报道灾情 看到的是 美丽的宝岛变得满目疮痍 而他们也在问 马总统到底为灾民做了什么 三菱新闻综合报道